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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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姐,你今天有主題嗎? 好,待會兒你 謝謝 我過去的人生是蓋高速公路 那我所有的公路人員的朋友很清楚知道說 這個人的一生就像高速公路一樣 他可以從台北到高雄每一站還有多少公里 高速公路標示得很清楚 中間腳步違規不危險駕駛 都可以平安的到達目的地 那也許你們一路塞這個駕駛比較簡單 可是我走省到走小路 我看到更多不一樣的人生的風景 很漂亮的氣勢 很漂亮 那我們只是說怎麼樣把它弄得更有味道而已 水這麼漂亮的地方應該是種水耕 而且陽明山這個地方其實是台灣的米的發源地 台灣的蓬萊米的發源地 就是在竹子湖 那我們怎麼樣在水這麼漂亮的地方 去種產值比較高的東西出來 所以我們就開始試種蓮花、試種稻米 對 我從做工程以後 我就發現工程對台灣的環境的影響实在太大了 所以我那時候在工程單位的時候 我就立志說 我應該要開始保護台灣的環境 這個西部平原有多少多棒的水田氣地 每年候鳥過動來台灣的時候 水田氣地就是他們最棒的休息站 這也很內行 我正常的 我們過去在操作的時候 大概是一些所謂的專業人士 用自己的專業知識在包裝整個這個部分 那我覺得其實有更多的事情 是要讓我們的下一代 知道說台灣整個農業生產的過程中 有更多人願意去關心台灣農業 台灣農業才有希望 所以我這次的主題是 台灣的農村服務團 像我們剛剛走那條路是原汁大學去鋪的 他們那天來很辛苦的 每個大學生每個人搬了兩三塊石塊 這輩子從來不覺得說 哇這個石頭這麼重過 然後去收割的時候知道說 哇這個歷歷皆辛苦 知道說這個整個台灣的土地 原來是這個樣子 所以他們就有很多熱情願意說 我學的東西怎麼樣可以幫助農民 所以我發現說其實年輕的熱情 跟年輕的活力 事實上對農村是非常非常有幫助的 另外一個角色是 過去很多熱情的年輕人回到自己的家鄉 希望為家鄉打拼的時候 他不曉得該怎麼做 我們過去講說農為國本 可是大家忘記農為國本後面那四個字 是本顧幫你 也就是說 結果把這個本顧好了 我們這個國家才能夠安定 如果那麼多年輕人 會回到家鄉投入我們的生產 可是他的價錢是糟糕的 這是一件非常非常可悲的事情 去年一整年 我們整個收入有一點盈餘 用顧工的方式 讓年輕人可以回來 我覺得台灣正是需要有很多 像這樣子有熱情的年輕人 投入我們的農村 我覺得台灣的農村才會有形容